好 前面的是只有水的計算 基本上就是沒有比熱的問題 接下來就是有比熱的問題 一公克的鋁溫度上升一度需要0.2 這一段告訴我什麼 比熱叫做0.2卡克路C 然後要使給10克的10卡的熱量 可以是一公克的鋁上升幾度 那這個是有比熱的問題 很簡單 h等於2msΔT 然後比熱就是0.2 題目又知道什麼 一公克上升一度0.2卡就是比熱0.2 這個公式h等於2msΔT 10卡 時量一公克 比熱0.2溫度變化不知道 比熱就是溫度的改變 可以上升可以算出來50度 上升50度型 這就是有比熱的問題 類似幾個 類似幾個 現在比熱0.3 初問25 只量30 吸收9卡 末溫多少 這就是考試要注意的一個問題 從10度增加20度到30度 考試的時候有人問30度 末溫幾度 有人問20度增加幾度 你要看清楚人家問的是增加幾度 還是末溫幾度 這一題問的是末溫幾度 就是2t 高溫減低溫 它吸熱 所以末溫是高溫 初溫是低溫 就是問末溫多少 就是我那個高溫是幾度 2t 高溫減低溫 就是算 所以請問你 這個應該 有多少 那個人叫做 張凱銘 張凱銘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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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比熱 比熱 是告訴我0.03 然後高溫減低溫 t減25 所以呢 數學算出來 答案叫做 35度 好 練習8 現在改成 問比熱多少 我講過了 這些都是一樣的東西 都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位置數放的位置不一樣 基本上所帶的公式 所有的想法都是完全一樣 你只是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剛才有比熱 然後求末溫 好 那現在呢 有初溫有末溫 要算比熱 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想法基本上是完全一樣 那請問你 比熱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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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 0.0幾 0.09 你說0.09嗎 你說 你說0.09 比熱社會X 公式一樣 H等於MS ΔT 1 熱量有108卡 質量有40公克 比熱不知道 溫度變化 20到50 所以高溫減低溫 50減20 然後呢 就數學算一算 答案就叫做0.09 那這就是 練習07跟08 這個是 油比熱的計算 公式長得一樣 H等於 2MS ΔT 把它往裡面放就好了 把它往裡面放就可以了 這就是 有關於 練習07跟08的部分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